歡迎大家回到第五十五屆十大片案頒獎典禮 現在即將頒發的是今晚的押族大獎最佳受害人 事不宜遲,我們立即宣佈獎者 第五十五屆十大片案頒獎典禮最佳受害人 是… 你呀,是呀,是你呀,就是你 是呀 恭喜,恭喜 恭喜水魚 不如說說你的得獎感受 很多謝大會頒獎給我 亦都很多謝評審團對我的賞識 不過我就不太清楚為什麼我可以拿到這個獎 水魚,不用那麼謙虛,看你的樣子就知道一定得 不如一起聽聽有一班騙徒所組成的評審團對你的評價 又一個了 再說一下水魚 水魚絕對是我受害人而獎最好的 我記得我那天發電郵給他,告訴他他獎獎 那獎獎獎獎獎之前呢 就有一段多少錢,做手續費 誰知他呢,他想都不想 就馬上獎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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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其實這些無端端要獎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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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叫他簽合約成為我們的代言人 但要交4萬元的代言人費 咦?他又想都不想就立即給了錢了 這個世界哪有公司要人給錢簽合約的 到最後幾個月他才發現我們公司是騙人的 那時候我們還走了嗎? 所以說最佳受學人獎還不是非他目屬 聽過評審團的說法就知道水於你實至名歸了 恭喜 謝謝 怎麼樣感覺 哇哇哇哇 因為他才有個癖啊 所以做最佳受者也不是這麼大受的